南投市青年住宅第一期3月1日开放受理成购资格审查 到目前为止已有100户向南投县政府检设处做登记 申请状况相当踊跃 县长徐书华表示 资格审查受理期监制4月1日下午5点止 并强调明下午至有房屋才可以申购 南投县政府首批的青年住宅 我们目前在今年已经准备可以进行教务的工作了 那么推出有很多的青年朋友开始电话来询问 截至到昨天为止 县政府这边已经有100户来做登记了 当然第一期我们这一次总共才45户 其中有5户我们也希望保留给南投县的 不管是在运动类能够曾经代表我们南投 代表我们国家去国际擂台上面去征战的这些选手 所以这次45户光是到昨天为止已经有100户了 县长徐书华指出 第一期南投市青年住宅为45户 目前县府也会针对草屯竹山等地区积极的规划 第二期价格为市价的8则左右 那当然现在县政府已经开始在筹划在南投市的第二期 包括在草屯的部分以及竹山的部分 我们都已经陆陆续续在这个夹快脚步在进行了 希望提供给南投县所有的青年朋友 更好的青年住宅的选择 那尤其呢我们大概这次呢 基本上是简单的理解就是大概跟市价这个以8成左右来推出 所以呢这个是普遍获得很多年轻人的喜爱 那再次的我们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这个截止的日期是到4月1号为止 所以请有兴趣的朋友这些青年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 南投市文化路青年住宅第一期有45户 3月初开放售里程购资格审查 县府建设处已经接到几百通申请及询问电话 因为价格是市价的8折 交通与生活机能也很方便 附近有幼儿园国中小雨儿少福利馆等等 让不少的青年朋友都很感兴趣 南投县政府为了照顾我们的在地的青年人 然后我们来兴建了这个青年住宅 那为时已久现在也已经盖好 第一期已经盖好了 那现在第一期也开始在登记要来抽签 那我们的登记的截止日期是到4月1号的下午5点为止 那希望有兴趣的符合资格的好朋友们呢 可以踊跃的来参与登记抽签 那我们的这个青年住宅 其实因为我们是比外面还要来的更便宜 所以其实我们门槛也相对来说也是蛮多的 所以说也是要麻烦各位好朋友 在登记之前呢 也是要先看看自己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县府建设处表示 青年住宅虽然在南投市 但只要户籍在南投县内 并不会影响买屋资格 相关的申请资格可以到县府的网站查询 民众有相关的问题 也可以打青年住宅专线询问 记者邱平俊 南投市采访报道